油脂农业也是中台湾的观光优势之一 上市南投县就是以产茶出名 所以茶赛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 而首届南投县长特等茶竞赛就成绩揭晓 这日前也盛大的举办颁奖典礼 由茶农业政委跟刘松杰 这两个人是最大赢家 分别是融合了首香组跟清香组的特等奖 而南投县长林明珍 更希望借由这现等茶的品牌建立 来行销南投县各茶香的口茶 在表演的热闹声中 展开第一届南投县长特等茶展示活动 南投县政府希望借由县长特等茶的品牌建立 来行销南投县各茶香的柚子好茶 我们可以行销 把南投县的茶叶最好的茶 行销到世界各角落 让我们做所有的茶笼都能够行销 他们的好茶到世界各地 首届南投县长特等茶竞赛 翻成清香组与首香组 特等奖分别由刘松杰 以及叶政委两位年轻茶笼得奖 其实像这一次的话 因为就是除了县长茶的清香组特等奖以外 还有得到我们南投县自茶赔茶技术竞赛的赔茶部分的特等奖的部分 其实对年轻人来讲对我们的可能返乡啊返乡青年啊 这部分的话应该是蛮大的强行计 我们在茶界都说我们农风姐的茶不好比赛 因为比赛比较不容易得奖 然后这次能很荣幸得到 这次县长杯的特等奖 县长特等茶所乡所买卖 由南投县长林明珍进行特等茶的拍卖会 一出价就是一仅八万块 然后清香组的特等奖 更以九万块的高价卖出去 由此可见县长特等茶是受到爱茶人士的肯定 很清香我们回去跟大伙宣传 准备以后专门过来这边看了 我感觉说南投的茶 高山茶清香 还好喝 我感觉我买九万有价格 有超所值 所以我就买了 所借南投县长特等茶 总共有734件茶样参赛 有四位茶改厂专家担任评审 有345件遭淘汰 而每一件茶样都经过高药减率 民众可以安心来购买 记者王子余南投县采访报道